我觉得那些外星人侵入地球都太弱智了 就是在我看来最难的一步就是跨越宇宙的距离 因为宇宙的距离实在是太广阔了 要是那些外星人都掌握了跨越宇宙的距离这么高的技术的话 它其实那种科技水平一定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这种情况下不会再拿着一些枪炮跟人类突突突突对突 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有一些新的技术像是大气扰动技术 那么他们通过一个远程的大气扰动就让我们地球直接就山崩海啸 龙卷风火山爆发 每周我们地球就灭绝了 然后他们要是已经能掌握了虫洞技术 他们就去干扰我们地球的运行轨道 我们地球就朝向太阳就掉进去了 那我们人类也灭绝了 就相当于是如果都能够跨越宇宙的距离了 那就真的就是随便动动手 我们就能灭绝了 就跟我们喷点沙虫技 这草坪上的这个蚂蚁就没了 我们不用怕地上跟蚂蚁一个一个的对标 所以能跨越宇宙的外星文明还跟我们拿子弹对标 这个事其实就说不过去 理论上讲他应该能够毁天灭地的